你長時間切斷電子即使放在UPS裡面 它還是會老化 你老化就不能用了 我們先開箱 這就是我們的 藍標 除了電子 對 很輕 嗯 超輕的 以我們離鐵電子來講 你大概如果它是有電的 你就一定可以用 有電它一定就是有電 對 而且我們可以確保 就是說它時間可以用真的比較久 本集內容由iPhone for Taiwan 吉米丘上的精英檔 吉米丘上的惡魔檔 輪轉精英等網站自己贊助 主機代管由不夢望科技提供 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是吉米丘 前陣子吉米才跟大家分享 超過百位車主支持RCE低碳動能 第二代超級電容的威力 還有更厲害的 駒標離鐵電池 大家還記得嗎 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 趕快按下右上角的連結 前往觀賞喔 今天這支影片主要是來接續 以及2019年的吉米去找RCE阿伯幫忙救援UPS的故事 大家白天上班或是晚上在家裡看片趕CASE 都會打開電腦來使用 隨著夏天用電量即將來到最高峰 你有沒有遇到過跳電的狀況呢 若是你使用筆記型電腦 比較沒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筆記型電腦自帶電池 所以說當試電跳電之後呢 還有電池可以頂著 不至於讓你辛苦好幾個小時的檔案 還沒來得及存檔 電腦就斷電死機了 若是你使用桌上型電腦的話呢 遇到跳電就像這樣子 馬上就死機了 所以一般吉米都會建議大家去買一台 UPS不斷電系統來做穩定電壓 最重要是瞬間跳電或是插頭被踢掉的時候 UPS裡面的電池 可以提供你短暫的使用電力 讓你有足夠的時間把重要的檔案存檔 並且正常關機 然後你是使用UPS的老司機 那就更理解吉米接下來要分享的狀況了 那就是買了UPS之後 廠商絕對不會保證他永遠是在最佳的狀態 通常當你買了UPS掛在這裡待命 一使用就是好幾年過去了 只要沒斷電沒跳電都沒有問題 但是最可怕的就是瞬間跳一下電 敏感的電腦就會自動重新開機或是當機 這種發生的時候往往都是考驗著 UPS內部續電的千酸電池是否有衰退的現象 根據我們大家熟悉的墨飛定律來看 當你好不容易可以遇到UPS派上戰場 準備要戰鬥的時候 才會發現千酸電池因為太久都沒有讓他充放 也就死掉了 所以原本號稱可以滿載支撐10分鐘的時間 也許撐不到一分鐘就死掉了 以前我們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們只能拆開UPS 把裡面的千酸電池發出來 拿到電池專賣店再買一個千酸電池回來 然後每兩年繼續這樣的一個循環 最慘的是當你真正要使用UPS的時候 都是沒電的時候 真是氣死人啦 這次阿伯終於播出了產 把吉米肖想已久的藍標儲能電池給生產了出來 從今天起我們遇到這樣的狀況 只要把千酸電池拔出來拿去回收 接著跟吉米購買這顆RC藍標儲能電池 收到之後直接正極接正極 負極接負極 馬上這台UPS又可以繼續陪你作戰好多年 我們先開箱 這就是我們的藍標儲能電池 對 很輕 嗯 超輕的 因為我這顆UPS比較特別 它用了兩顆的電池 好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它兩顆是這樣的概念 對 我剛剛看到它另外一邊的負極接過來這裡 這樣就輕了至少一半以上 老伯 這正負極先後有沒有差別啊 沒有差別 其實最好就是拆下來馬上接上去 你就不會搞錯頭了 對 阿伯 我們這個接上去 第一次要充多久的電啊 沒有 它接上去直接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它很快就可以充飽了 來 長一點啦 OK 可以嗎 可以 好 拔掉 拔掉 正常 對 正常 它還在作動 它上面顯示可以撐一百六十幾分鐘 走 像我們看到這個藍標上面寫的是七安石嗎 這樣時間上面會有差別嗎 它像它這一顆 7.2H 那就一樣差不多啊 對 但是如果你實際放電 我們的時間會比它長 像這種牽扯電子 它可能放到5H 你就沒有電了 5H就沒有電 那剩下的後面都是 也是假的啦 對對 那我們是實際 可以放到7H沒有問題 對 所以你實際的使用 至少增加20%到40% 你長時間 切斷電子即使放在UPS裡面 它還是會老化 你老化就不能用了 那離野電子不會啊 離野電子我維持在那邊 就維持在那邊 對 你可能3年5年 它還是一樣 還是維持在那高點 對對對 對 就不會像一般我們user 就是遇到停電的當下 才發現那個電池是壞掉的 對 以我們離鐵電來講 你大概如果它是有電的 蛤 對 你就一定可以用 有電它一定就是有電 對 而且我們可以確保 就是說它時間可以用 真的比較久 除此之外 RC藍標電池的重量 遠輕於傳統千酸電池 讓你未來搬動UPS的時候 會更輕鬆愉快 再佔5年應該都不是問題哦 所以說這個是我自己工作用 所以說我可以先把它換成 我們的藍標除了電子 這樣比較保險 對啊 自己工作的一定要先換 不要等到最後出問題 再換太累了 累啊 OK 好 謝謝阿伯 謝謝 謝謝 請兼擔心 完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